接着下来,第九场二班跑1400米的路程 这组马又是fit马好多 六号马棋子斗士,除了头罩 除了交叉被枯 除了环形口红铁 他就用这个双光形口红铁 我觉得OK,这个必 另外就是八号马的列锋 跑回草地重带眼罩,除了半眼,防伤眼罩 先看红运帝王,又是赢得这么出色 这些真的持续进步 但今次又不同了 好,今次是十当 又要考考流放形势 这款是中华盛景,它都跑得挺密 大致上都维持这样的形态 但我自己担心,这款马真的用得多 今季已经出赛很多 长长都硬胀,有时就塞车 什么线路之星,街运材 对 差一点点 美好世界,会不会又赚体力呢 虽然它的表面数字跌了八磅 第一,它这么久不跑 还有试过跑完之后心律不正 以前我都觉得它不是一只容易搞的马 又防伤眼罩,它是这么好表现 不过现在看上去,它的修身线条 我觉得就不是很够 嗯,你赚体力那一套也没得好说 我觉得麻麻 嗯,气势上都差一点 以一只这么高分的马来说 但我想在我和阿浩的心目中 它都比预期之中是很棒的 是 这些马 还有三班,整天都在那里 想着它问水问水 好了,接着是增油 这只,你别看它顶到这样 这么迷尾,又弄到一个大闸来 再脏,再松 这些是有想法的安排 好,马上看看这只增油的重化杂 一千米 这些又不重要 明次跑第几多 最重要是你看到这只马 走势顺畅,没有特别抢口 上次跑二千 你见它遇到慢步速 就顶得很辛苦 跑回千四就不同了 走回顺一点,威力就在那里 最后就追前面那只 橙色衫的马 那只是朗朗乾坤 我都预计它这样顶 千四就好一点 好了,接着是喜旺区 可能真的千四、千六 它真的会好一点 它没有什么,又没有脾气 马刀很轻身 这只马刀是千二磅的 好了,再看连连行运 最后的位置就是旗帜斗士 旗帜斗士也要留意配备 留意集商,留意哪些人士 第一个重化杂,它试得不算太好 后来回到香港 两个试杂借草地、泥地都试得不错 都是一只有变数的马 特别现在何宅尧跑这些后上马 领寻跑高 另外,其他连连行运就跟跑 在个尾三位置 直线力山,骑士斗士 之前也在希斯里面 但我觉得这只马刀转了配备 它真的试得好 你想想,以前这只马 田泰安,4600 流都流不到 它是有变化的 平常心,又是一只的状态 仍然处于一个相当不错的水平 客观条件当然不够 来到这个年纪 先来跑沙田千世 面对着这些马 你未必数到它 平常心,信誓赢 我常常都追 接着是列峰 也很厉害,找到另一条出路 泥地 但草地也不是不行 不过 人家这么多千世好东西 你又要宿程转场 欢迎复兴 近期跑得比较远 延迟报名加入的马 外观就没有太大的转变 只有一场 近期就像这样 第一场复出的新鲜感那一场 接着两场就一样 彩虹千里 都是这样 走走走走走走走 它都很好力 而且你看它好像很忠心 很肯扭 很肯扭那类型的马 赚到形势轻磅 我都觉得这个马可以拖 黎开荣的所谓 桃花胜又是翻过重化的马 季初就劲得不得了 现在跳可能都被它的近跡影响了 觉得好像没那么劲 来到第九场 这场二班千四米 我觉得比较混乱一点 因为大家的实力都差不多 也都促了几只有转变的马 所以我这次没有选一 每次都选雄云帝王 但因为这只马 已经不经不过来到98分的边缘 135磅 10磅可能它又要上前 这些马 我觉得它不是不厉害 拖回 这次没有那么有信心薄变 我就选这只喜王区 最后我不估计到田泰安跑 但它落草地近期的货 我觉得这只马仍然挺漂亮 找个生手一点的田泰安 试试这些马 之前多数都是何宅遥跑的 我觉得都带来一些变数 我就试试这只喜王区 西林把马 我怕他们都 正如阿汉所说 拖得多 用的体力不少 1号、2号 这两只我都觉得有这个可能性 3号马 我觉得都不是很合适 而且 根本一早已经觉得摸顶 我会拖4号马 这只曾有 这些安排是完全有心思 跑完2000那场 其实说真的 跑得那么远 你都知道他都是问的 又重口又成 好了 给日马再重新回过 賀言最叻这一套 那你埋味再做多第二个集 给他再松一点 我觉得这组马 它很大威力 接着那些5、6 再加10号马 彩虹千里 因为纯粹赚轻榜 漂亮档 我觉得这组马也有得想 第九场赛事 都和大家研究过 休息一会